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睡觉啊 齐乡姑娘恕罪 我 这家伙 还挺聪明啊 不知道在被他发现 但给你想个办法 哪有助走回去 少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咱根本就弄错人了 鞋子 你们快找到 还不信我啊 我偏要让珠子自己写信打给他们的脸 上次珠子有一场 什么时候 上一岁 灵山突发大火 幸亏万灵珠提醒事情 火供 哪火烧他 受得了吗 外火不已 内火更加 比如 昨晚这附近确实有灵足 我看见了 他就出现在辣椒仓库附近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正舔着爪子 似乎心满意足 我猜 他一定爱吃了 我听村民说 此灵颇为怪异 似马非马 内牛非牛 口若悬盆满身鳞片 倒向那传说中的四不像 没 没 没 请离好吧 反正呢 要想引他出现 但分辨出他喜欢吃哪种辣椒 这样 你吃 我来判断辣椒上嘴的颜色味道 真的靠谱吗 靠谱啊 咱俩啥关系啊 朋友 你不辣吗 还行吧 我是从事你 哎 喂 喂 好赖啊 哎 方法不行啊 哎 哎 我还有一个线索 火宫不行 就用水淹 灵山曾大旱数年 全凭万灵珠才找到水淹 珠子入水 必然浮现 那妖灵啊 麒麟俱全 一看就生活在水边 这个湖 是方圆百里 唯一能容它藏身的地方 这湖水 确实生不见底 确实是一个藏妖灵的好地方 不过咱们 应该怎么去寻呢 那当然是 你 小心 不过呢 你说得也很有道理 我一定得 想办法 把这个湖水给抽干 哎 哎 哎 刚才奇空万里的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 哎 是啊 那怎么下雨了 是啊 是啊 你可以 是吗 是吗 诶 没事 我大男人不大紧的 朋友嘛 就应该互相照应 是吉祥大人 快走 抓住你了 吉祥大人 你为什么怕我 少主 你是麒麟 纯样之体 如果你生气的话 就会烫伤我吗 万一猪 为什么只有我没跑 为什么大家都怕我 这世间只有你不怕我 自我一个朋友 好不好啊 既然是朋友 我就陪你一起勒 好啊 你不老吗 你忘了我是吉寒之体的吗 那就让我这个纯阳之体 把你给污热吧 思念一画一笔 一心一意 演绎着等待 他将满城续血 几声烂入怀 灯符楼花开 立风说还在 让本君平原归来 不宜去人间花海 找到了 是万灵珠的声音 既然在他体内如此清晰 似乎他也在渴望着我 我不会 出来了一些十日 也不知道师父怎么样了 人是按地图详查大人发现 俗规 父母家仇为宝 我又身负极寒之体 我这姓名还无几何 对不起鸡香姑娘 从今往后 我还是叶昌 叶昌 你出去玩啊 叶昌 寻找邀灵大概是个幌子吧 你只想我陪你玩耍罢了 但这几日是我从未有过的开心日子 我身回钥匙 不可先与儿女情长 日后要照顾好自己 叶周子 这个大骗子 跟好吃的有什么关系 跟他玩有什么关系 跟他玩有什么关系 跟他可以吃有什么关系 我要你万里中 谁让你跟来的 谁跟着谁啊 我可走你前面的 你别跟着我 我可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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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解释了 你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